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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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們會進入另外一個主題 是 Piaget 的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Stage 這是第三個 Stage Theory 前面叫做 Psychosexual 然後叫做 Psychosocial 而第三個 Theory 叫做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Piaget 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他生於瑞士 他在十歲的時候 在公園裡面看到一個白子的麻雀 就是沒有色素的麻雀 他就寫了一篇 寫了一篇關於白子麻雀的研究論文 所以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 是十歲的時候發表的 然後他到二十一歲的時候 就從瑞士的紐夏迪克爾 第一二大學畢業 拿到了他的博士學位 不是碩士學位 是博士學位 是博士學位 這個 Piaget 很好玩 你們都知道歐洲是歐洲大陸 很多很多很多的國家 你如果現在去歐洲遊學的話 也是你會遊走在不同的國家 他們對於年輕學生 有非常多的優惠 你到用交通工具到各個國家裡面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到現在也是 所以 Piaget 就像很多的 雖然他很早就拿到博士學位 可是他就像很多很多的 歐洲青少年一樣 在各國流浪 所以他也就流浪到巴黎 那 Piaget 在流浪到巴黎的過程中 他不只是流浪而已 他在巴黎的時候 他就找到了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心理學的 實驗室來工作 這個實驗室 是 Alfred Binet 的實驗室 我永遠不知道這個法文的 一撇要撇在什麼地方 也許撇錯了 那這個心理系的同學 都認識這個人 他是當初最早 就是發明這個心理測驗 standardized 標準化的心理測驗的一個學者 那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Piaget 他在拿到 PhD 的時候 他做的仍然是跟動物有關 他的 PhD 的博士論文 是關於軟體動物的 但是他在少年與青年的時代 他其實讀了很多書 讀了很多哲學的書 宗教的書 然後他自己學生物 所以他對演化論也非常有興趣 所以在他這些讀物中 他就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他很想利用他生物學的知識 與演化論的知識 去了解一個哲學領域的 一個 issue 就是知識論 就是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是怎麼來的 人對這個世界的知識 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他覺得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這個人的知識 對世界觀的這個本質在哪裡 如果只用哲學的辯證去思考 是不足的 他很想用生物學的角度 從演化或者 這邊可能可以真的叫做進化 不只是演化 而是進化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知識的發展是什麼 所以他後來就為什麼會進筆內的 這個研究的實驗室呢 就是因為他覺得發展心理學 可能是用心理學的角度去切入 可能是一條好的路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Piaget 在世的話 你去問他你是不是心理學家 你是不是認知心理學家 你是不是認知發展心理學家 他可能不會承認 雖然現代的心理學者 會叫他 認知發展心理學之父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後代的人 會覺得 如果你問心理學的理論 領域裡面的人說 認知發展心理學之父是誰 大家會說是Piaget 但是他可能不會承認 他自己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比較像是一個 genetic epistemologist 我們把它翻成知識起源 知識源起學的研究者 用知識源起 他的所有的興趣就是知識源起 這當然是後來慢慢的發展 可是我們先說他就是進了Piaget 的研究室 他進了Piaget 的研究室之後 他就開始幫Piaget 去決定說 孩子們在每一個年齡層的長模 大概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嗎 如果說你是做標準化測驗的話 你就是要在 尤其是發展的標準化測驗 就是每一個年齡層都要有一個長模 他在問孩子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孩子們的錯誤都是相同的 就在某個年齡層 他如果犯錯的話 他的錯誤非常的類似 比如說我問你一個問題 有三隻狗跟兩隻貓 請問貓多還是狗多 狗多對不對 那如果說 如果我問你 三隻狗跟兩隻貓 請問是 狗多還是動物多 你都會打動物多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對於小小孩來說 大概三四歲的小小孩來說 他們都會打狗多 而且呢 所有的孩子幾乎都有同樣的錯誤 在幾乎類似的年齡層 他都有同樣的錯誤 那Pierge 就開始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 孩子在這個年齡層 他們每個人的錯誤都是相同的 就是你不只是問這個問題 問很多其他的問題 他們都會有相同的錯誤 那這個相同的錯誤 是不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們對物理世界的觀察 以及他們的知識觀 他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是有一個特別的形式 有一個特別的theory 而這個theory是不同於大人的 而這是一個知識演化的過程中的 一個特殊的現象 他從這樣的角度開始看起 想要知道知識演化的過程 所以他後來的所有的理論 所有的stage theory 都是從這樣子的興趣 是慢慢慢慢呈現的 那我們講完了這些 上上個禮拜 我們所做的這些內容之後呢 我們下面回來看 Piaget 我們說 Piaget 是 在弗洛伊德跟 Ericsson 之外的 另外一個第三個我們想要介紹的 不連續的理論 是一個有 qualitative change 的理論 那我們上次對 Piaget 的生平 做了一些說明 那我們也說 在 Piaget 的生平裡面 我們看到他流浪去巴黎 然後跟 Le Binet 的實驗室 然後我舉了這個 到底是狗多還是動物多的例子 讓你們看到 Piaget 發現 孩子們在一定的三四歲的年齡 會出現同樣的認知上的錯誤 那他覺得孩子們全面的 都對這樣的一個題目有錯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讓他想要去追問 知識的起源是什麼 人類的知識 人類對這個世界的了解 我想他所謂的知識 是人類對世界的了解 是怎麼樣啟蒙的 是怎麼樣發展的 所以我們上次說 Epistemology 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說 這個人類的知識的 起源的過程是什麼 那我們從幾個方面來介紹 Piaget 第一個 我們要介紹的是 他的發展的哲學基礎 我們問說 Piaget 覺得 人類的發展 他到底 他的哲學基礎是什麼 那我們上次 在講發展的哲學基礎的時候 我們用了 Nature Nurture 或者是用了這個 所謂的 Continuity Discontinuity 的感覺 去來說明 那我們先從 Nature Nurture 這件事情先說起 Piaget 的確是相信 人是天生的 人的這個知識發展 其實是有天生的成分 怎麼講 他說 因為我們人類的發展 其實他是 有一些 maturation 他非常講究 maturation maturation 這個字 都認識英文 那我們把它翻成成熟 在心理學裡面 不只是發展心理學 當我們在心理學裡面講成熟 這個字的時候 不是一般的 maturation 說這個人很成熟 這個人應對進退 眼若成人 他非常的知曉 應該在什麼時間點表現出 什麼樣的特性或行為 很有禮貌什麼等等 不是的 在心理學裡面的 maturation 都是生理的含義 都是說在生理上 慢慢慢慢的更成熟 所以Piaget 說 人是有生理基礎的 慢慢發展成熟 那慢慢發展成熟的時候 在人的不同的發展的階段 他會說我們有不同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我們配備了不同的生理配備 在不同的年齡層 配備不同的生理配備 然後去面對這個世界 比如說我們的腦發育 然後他就說 當我們配備了不同的 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Piaget 把這個東西叫做 schema 我們把它翻成基模 我們用不同的時間點去看 孩子在不同的時間點 會有不同的基模 就是他自己已經配備的能力 去跟世界互動 那甚至孩子在一出生的時候 也就有基模 可是Piaget 說那時候的基模很簡單 就是一些簡單的天生跟著你來的 reflex 可是這些 reflex 就幫助你跟世界開始有互動了 而且不只是動作上的互動 他也會轉變成認知上的互動 他也轉變成社會互動 那這是Piaget 對 nature 的看法 第二個 我們要說他覺得環境裡面 其實也有 nurture 的成分 nurture 我們就說是經驗 那Piaget 說其實經驗 對一個人的發展非常重要 一個人不只是有了這些基模之外 他還需要靠著與環境不同的互動 他才能夠增長他的基模 他才會對這個世界有所認識 透過這個互動 他才會有所認識 然後就是擴展他的基模 第三個我們就說 他除了 nature 跟 nurture 之外 他還講到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他還講到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他說一個人 每一個 individual 都是一個 active constructivist constructivist 是我們把它翻成建構者 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認識你的世界的時候 你除了帶著你跟世界互動的配備而來 你除了經過經驗有所互動之外 你也是一個不斷主動的在去建構你的世界觀的人 怎麼說呢 就是說他覺得每一個孩子 每一個 individual 在成長的過程中 都是一個建構者 那這個 constructivist 我們可以把它比擬成像一個科學家 科學家也在建構他的世界觀 科學家怎麼建構呢 你們從國中可能上生物課的時候 剛剛開始就是進入理化科的時候 老師就會告訴你說 什麼叫做科學實驗 科學實驗是你先問一個問題 你想要了解世界的問題 然後你透過這個問題 你也許去找點資料 或是透過你的觀察 你去 make hypothesis 你去做一些假設 覺得說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你做一些假設 那因為是科學 你既一定要用實驗 用實證的方法去驗證 你的 hypothesis 是不是對的 所以你開始用實驗 去 design 一個實驗 去 verify 你的 hypothesis 正確與否 然後當你去做了實驗之後 你就可以成立的去 support 或去支持你的實驗結果 去支持你的 hypothesis 實驗結果可以去支持你的 hypothesis 或可以去推翻你的 hypothesis 如果說我們今天來隨便講一個例子 一個科學家做了一個 theory 他覺得他的世界觀是這樣的 在這個世界觀底下 他可以 derive 出五個不同的 hypothesis 那如果說這五個 hypothesis 在透過他的實驗之後都被證實了 都被驗證了的話 那他這個理論就成立了 而如果說沒有成立的話 被推翻的話 那他就表示他這個 hypothesis 或者他的理論都要重新來過 所以孩子們就透過這樣的不斷的實驗 然後支持 推翻 支持 推翻 來重新建設出他對世界的看法 而每個孩子都像一個小小小小小科學家 不斷的在做實驗 這個是 active constructivist 你說小孩子怎麼做實驗啊 我給他一個條羹 要他自己餵他自己吃飯 然後他餵一餵之後他就懶得吃飯 他就開始把條羹丟到地上 我們家是那個磁磚地 他就這樣子丟 我撿起來 這樣子丟 我撿起來 每個地方丟 撿起來 那麼丟到最後 因為我家是磁磚地 他還會在丟下去的那一刻 做出一個非常緊張的表情 因為他知道那個聲音很脆很亮很尖 所以後來甚至發展出去 把耳朵蒙的狀態 但是他還是要丟 為什麼他想要知道那個 丟到什麼地方會產生什麼樣的聲音 以及丟到什麼地方丟多遠 那個東西會在哪裡落下來 他就是這樣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實驗 所以其實孩子每天每天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你如果仔細去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每個孩子都像一個 scientist 用他自己的能力去 trial and error 用嘗試錯誤的方法 去對這個世界有更深的了解 好 那麼我們對這件事情 就是 Piaget 的 philosophical 的想法 有一些認識之後呢 我們要來看 Piaget 覺得知識是怎麼發展的 Piaget 呢 他其實並沒有像 Benet 那樣的在乎 人與人之間的差別 誰比較好 誰比較壞 因為 Benet 是做 IQ 測驗的嘛 當然他的整個 IQ 測量 就是想要知道說這個世界上 誰的孩子的能力比較好 那幾歲的時候我用什麼樣的測量 可以了解到一個孩子的發展 其實這件事也很好玩 我稍微講一下 Benet 好了 因為我想大家會更比較了解 Piaget 跟 Benet 的差別 在二十世紀初年 巴黎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城市了 然後在那個繁華的城市裡面 雖然他在各方面都很進步 除了科學 除了 fashion 除了什麼之外 都很進步之外 其實也有一個非常破落的角落 就是他在那個二十世紀初年時代呢 在巴黎街上都有非常多遊民 其實你現在去也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在巴黎的很多遊民呢 有很多是兒童 那這些兒童呢 基本上就是沒有家庭 那因為可能就是那時候 因為戰亂一些那個病 就是一些疾病 使這些孩子呢是被遺忘的一群 就在街上遊蕩 那巴黎市政府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他們就想要去安置這些孩子 可是他們又不知道要怎麼樣安置 因為每個孩子的狀況非常不一樣 有些孩子其實是可以到學校去受教育的 那有些孩子他們其實是 天生的有一些生理疾病 或是這個認知上的能力不足 所以造成他們的父母把他們丟棄 不想要棄養 不想要再養這些孩子了 所以那巴黎市政府為了要去篩選 哪些孩子是需要把他放到安置機構的 哪些孩子是應該把他送去學校的 所以他們必須對每個年齡的孩子 就是都做一些測量 然後讓孩子們就是基礎 知道每個孩子 他在這個年齡層應該有的基礎能力是什麼 他能不能達到 他有沒有potential 可以達到 做一些評估 才能夠知道怎麼樣去 讓這些孩子去機構裡面 還是去學校裡面 所以他們就請到了比內 這個人來做這件事情 那你如果要去深究比內 其實他的生理也非常好玩 他其實原來是一個 就是後來 好像考完了法學院 好像已經當律師了 後來對心理學的興趣讓他改行 總之 比內做的是這樣 所以他在乎的是個別差異 但是問題是說 Pierce 不在乎個別差異 他比較在乎的是 人類對世界的看法 是怎麼樣演進的 所以他對individual differences 沒有興趣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在Pierce 的所有的理論裡面 其實看到比內的影子只有一點 他把知識的發展的總和 以及那個過程 叫做 intelligence 他是受比內的影響 可是除了這一點之外 他其實並沒有真的把比內的理論 或者是他比內的對人類的興趣 放在他的研究 或是他的理論裡面 那Pierce 覺得說 intelligence 的成長 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他叫他 adaptation 一個部分叫做 reorganization 那 adaptation 當然是適應 reorganization 當然是再組 就是再組織 我們就照著這個意義翻就好了 那這個所謂的 adaptation 其實這個字也很好玩 他其實是從達爾文來的 你發現說二十世紀初年 有非常多的偉大的科學家 那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弗洛伊德非常受到達爾文的影響 所以有 instinct 這個概念 也受到牛頓的影響 其實在 Piaget 身上 你可以看得到他 比內對他的影響 以及達爾文對他的影響 他用了適應這個字 他用這個字之外 他說 adaptation 其實分成兩個不同的 process 一個叫做 assimilation 一個叫 accommodation assimilation assimilation 我們按照字義翻 把它叫做翻成童話 accommodation 我們翻成條式 這個 assimilation 跟 accommodation 之間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舉個例子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每個小孩他原始的會 他從出生以來 他就慢慢慢慢的有一個 在不同的層面 在動作層面 在認知層面 慢慢都會形成他自己的 既有的 現有的能力 我們叫他 積模 assimilation 的意思 是當外在有一個新的知識 新的現象 新的東西 而這個小孩子 該看到這個物理世界的這個現象 與狀況的時候 他用他原來已經有的認知基模 用原來他已經有的 schema 去瞭解那個新的事物 所以他本身的 schema 並沒有改變 他只是用他的方法去 把那個新的 information 抓進他自己原有的基模裡面 我們叫做同化 叫做 assimilate 進來 可是 accommodate 是調整的意思 所以我要 accommodate 我自己 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基模要做出改變 去調整外在的那件事情 調整了我對這個整個世界的看法 好 我們舉一個語言的例子 可能你就可以了解 比如說 我們都知道中文有一句話叫 有邊唸邊唸 邊無邊唸中間 對不對 好 所以比如說這個字 你已經知道 你是渴 是去 你已經學會了 比如說這是你已經存在的 schema 已經有的基模 好 可是呢 現在比如說這個字來了 這個字來了 這個字來了 那我們想說小小孩也許呢 看到這個字他也念渴 他也念去 為什麼 他 assimilate 他用他原來已經有的東西 去 assimilate 外面的一個新事物 他沒有改變自己 可是你要去調適的話 你就必須要調整自己 然後把他念成新的東西 然後把他念成新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說法 就是說 童話語調適的含義是什麼 那也就是說 一個孩子他用他的基模 跟外在的 experience nature 跟 nurture 去互動 然後去互動呢 小孩子是一個 active constructivist 他可以去決定 他要不要去調整 他是要 assimilate 還是 accommodate 好 那麼我們再去回到科學家的例子好了 你去想想看 如果一個孩子 他發現 就是 用這個字的發音 不能夠吃遍天下 用這個字的發音 不能吃遍天下的話 他勢必要 要稍微稍微的調整他的基模 我們叫他 accommodation 可是如果說 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 是一個科學家 他有一個 theory 對這個世界觀有個 theory 他做了十個實驗 他從這個 theory 底下 make ten hypothesis 然後呢 在這個 ten hypothesis 他每一個 hypothesis 都做一個實驗 想要去驗證 他的 hypothesis 正確與否 他如果 在十個實驗裡面 只有一個做錯了 結果不符合他 而有九個是符合的 那他只要做一點 accommodation 調適一點就好 他只要調適一下他的基模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他另外九個都成功了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就是我們 不需要做太大的改變 我們只要稍微做調適就好了 可是如果這十個實驗 有九個或是十個都失敗 都不能夠驗證我的 hypothesis 都不能驗證我的理論的話 所以那就表示這個理論是錯的 所以當孩子已經做了這麼多實驗 然後他 accumulatively 發現說 過去的這些實驗 不能夠讓他的原來的 對於世界的看法 那個 theory 能夠 hold 得住的話 通常這個時候 當他累積了夠多的錯誤的時候 也是他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更好的時候 在他累積經驗的過程中 他也在長大 當他有過多的挫折 發現那個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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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accommodate 太多他的基模 而他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又會在進步 又正在進步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這個時候他的 intelligence 的改變 不再是因為 adaptation 是 reorganization 請你們看書本上 書本上有講到這樣一個過程 是在九十頁的第三段 有一個黑體字 叫做 equilibration 而你在這個 equilibration 這一段的第二行的後面 你會看到一個字叫做 a sense of disequilibrium 不平衡 當孩子 在他 要 accommodate 這麼多 然後他的很多的理論 他的 hypothesis 他的假設都不能夠被驗證的時候 他勢必開始懷疑他的理論 而當他有足夠多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which is 他的 brain developed 很好 就是他的整個的 腦部的功能也發展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對這個 disequilibrium 更清楚 更有感受了 當他的不平衡 他的理論跟這個世界是不平衡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件事 叫做 reorganize 就是重新去整理 重新去組織 他對這個世界觀的看法 好 那如果說我們換成這個易經的話 我們講成華人 這易經前掛叫做什麼 叫做大破大立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 reorganization 像一個華人說的 中國的古老的文化裡面的易經 像我聽說的大破大立一樣 孩子必須把他前面對世界的看法 全部都排掉 他必須成立一個新的 對於世界的理論 好 那這個時候 reorganize 之後呢 孩子就會有一個很大的 qualitative change 不是 accommodate ,小小的 accommodation 可以去說明的 必須要用 reorganization 來說明 所以呢 我們說 從 Piaget 的理論來看 一個人的發展 長這個樣子 一個人的發展 與認知發展的關係 我們會說是這樣的 他是跳躍式的 他不是漸進式的 是你的認知發展也許在這個程度 可是在你累積足夠多的 accommodation 你會有一個跳躍式的 到下一個對世界的看法 他可能是比較像一個平原期 那等到你又累積到了足夠多的 accommodation 不能夠去解決 你看到的世界上的 disequilibrium 而你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已經準備好了 你的認知功能已經在大腦裡面準備好了 那你又會往上繼續跳 往上繼續跳 所以這是 Piaget 對於 qualitative change 對於 stage 的看法 所以呢 我們會說 Piaget 對 stage 的看法 他是一個 orderly 是一個有順序性的 有接續性的看法 而且是一個 abrupt change 是個突然跳躍式的改變 他會這樣子覺得 他是 orderly 是 abrupt 突然跳躍式的改變 而且呢 就是在每一個改變之間 會有一個 plateau 會有一個平原期 在這個平原期裡面 你只是不斷地做 assimilation 跟小小的 accommodation 但是你對世界的看法 是維持在某一個程度上的 這是 Piaget 對發展上面的看法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他 discontinuity 是這樣子的原因來的 那我們就會接著再做下一件事 那到底他的 stage 包括哪些呢 就請看大家維持在第九十頁 第九十頁 大家看到了四個 stage 第一個從左邊開始 叫做 sensory mortal stage 我們把它翻成感覺動作期 第二個 stage 叫做 pre-operational stage pre 叫做前 之前的前 operation 我們翻譯成運思 我們等一下會解釋這兩個字 operation 我們翻成運思 前 運思期 不是運思比較前面的時期 是運思之前 所以叫 pre-operational stage 然後第三個叫做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我們把它翻譯成具體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formal 我們把它翻成形式運思期 所謂的形式運思期 所謂的形式運思期 比較是說是形而上的意思 是比較抽象的 叫形上的 所以我們翻譯成形式運思期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把它這樣子寫 Sensory mortal stage pre-operational stage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那麼在這些不同的 stage 孩子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請你看到書本上 的第一個 stage 他有說 Sensory mortal stage 在圖的倒數第二行 他有說 就是說 an infant progresses from reflexive 應該倒數第五行開始 最後 他說an infant 一個小 baby progresses 他怎麼樣進展 from reflexive instinctual action 就是他從本能的一些行為 或者是 反射動作的一些行為開始 然後慢慢慢慢 到一個 symbolic thought 到一個符號的 符號的那個 那個 狀態 就是他可以 處理符號 這個是在 感覺動作期的 一個發展過程 那我們會說 在 Sensory mortal stage 我們會給你一個 我給你一個名詞 叫做 mental representation 我們把它用中文翻成 心理表征 我們會說 Sensory mortal的小孩 其實是沒有心理表征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要找個工具 這是一個小盒子 小baby 拿在手上 也許還好 就是對一個 比如說 一歲的小孩子 他可能抓得很好了 他抓這個東西抓得很好 你跟他玩 他很喜歡 因為很有顏色 然後摸起來的質感也不錯 你跟他玩一陣子 他把手放開之後 你突然 就是在他面前 用一個屏障 把這個東西遮住 如果你是小baby 在我對面 我跟你玩一玩之後 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我把他的東西 在一個屏障前面遮住 這個小孩子 就突然一下 忘記這個玩具了 他不會記得 他剛剛玩過 他不會伸手 去把這個屏障打破 去抓這個玩具 為什麼 因為他 mentally 他在他的心裡 沒有辦法 re-present present 是呈現對不對 re-present 是再呈現 所以呢 這個英文的意思就是說 在他的心裡 他沒有辦法 再呈現 一個在真實世界中 曾經出過的事情 曾經呈現的物體 他一半沒有在他的 他的視野之內看到以後 他沒有辦法在心裡面 去想像這個東西仍然存在 這是 represent 的意思 所以我們會說 他在心裡 沒有辦法去表徵這個東西 不出現在他眼前的時候 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說 這個東西叫做 symbolic thought 符號性 就是說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什麼 可是他沒有那個剛剛 也沒有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形象 那個 symbol 是不在孩子的那個 他的認知能力的層次的 所以我們說 在這個年齡層的孩子 要慢慢慢慢發展出語言 因為語言基本上 完全都是 symbolic thought 你要用媽媽這個語言 去代表那個照顧你的人 你要用 杯杯去 這個發音 去代表你要喝的水 可是 當你還沒有發展出 mental representation 的時候 你是沒有可能發展出 語言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指涉 一個不存在你面前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 在 sensory motor stage 的時候 小孩子還有基模 但是他的基模 主要是動作的基模 所以書本上告訴你 是一些 instinct 是一些 reflexive 是一些 reflexive instinctual action 他都是感覺與動作 都是現實現地 他與世界的互動 那他慢慢的才會發展出 所謂的認知 就是所謂的高等心理歷程 他可以去想像 他有符號表征 他才可以知道說 我可以用語言跟人家溝通 我的塗鴉 你看塗得亂七八糟 你說哇 好漂亮的媽媽喔 他跟你說 這不是媽媽 這是公雞 或是什麼 就是說他有一個 referring 我現在畫的是一個東西 OK 所以這是心理表征的意思 而我們說在 sensory motor stage 孩子是沒有的 要到 pre-operational stage 這個東西才會出現 好 那麼除此之外呢 到了這個 pre-operational stage 的時候 孩子又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說孕絲前期 就是孩子還不能 operate 的意思 那孩子還不能 operate 的意思 就是比如說 什麼叫做 operate 小華是小明的哥哥 小明是小英的哥哥 那小華是小明的哥哥 小明是小英的哥哥 那小英跟小華是什麼關係 你應該知道嘛 對不對 好 這是什麼 這就是 A 大於 B B 大於 C 那 A 跟 C 的關係是什麼 對不對 你要去 operate 你要去想辦法去運私 你才能夠知道物體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那這種是運私的一個現象 那 Piaget 就說了 說在這個運私裡面呢 他做了幾個有趣的實驗 第一個實驗 其實就是 class inclusion 就是一個類別 一個分類的這個 inclusion class inclusion 的意思就是 我們知道狗狗 是被動物所 include 進來的 對不對 可是狗狗跟貓貓是平衡的 可是動物是更高一階層的 class inclusion 的意思就是說 孩子要去處理超過一個階層的事物 而了解他們在類別之間的 高層跟低層的關係 叫做 class inclusion 那當孩子要知道高層跟低層的關係的時候 就表示他要知道至少兩個階層的關係 而他要去運私這兩個階層的關係 誰是上者 誰是下者 那這是需要 operate 的 所以在 pre-operational stage 的小孩子 他已經很會語言了 他有 symbolic thought 他可以做 mental representation 但是他沒有辦法運私 他沒有辦法運作 所以他有 class inclusion 的問題 這是 Piaget 在筆內的 實驗室裡面看到的現象 那更有趣的是另外一個實驗 請你看到 91 頁 91 頁的有標題的第二個標題 叫做 concrete operational thought 那他說 concrete operational thought 有一個 term 在這個 concrete operational thought 的那個大標題下面的第二段 我們說有一個字叫做 conservation Piaget used the term conservation 這個 conservation 我們叫做保留概念 conserve 是保留嘛 對不對 我們就翻成保留概念 那保留概念是 Piaget 一個非常有趣 而非常有名的實驗 這實驗基本上 當開始是用這個體積的方式來做的 那他做的方式呢 是在孩子的面前放了三個杯子 然後一個是比較矮小的 比較高長高瘦的一個大杯子 然後另外是這個體積完全一樣 形狀完全一樣的兩個燒杯 那 Piaget 放了這三個杯子之後呢 他做了一件事 他在這兩個杯子裡面 放了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體積 完全一樣高度的水 他甚至用不同的顏色去代表 讓孩子看得更清楚 那當他放了完全一樣的水之後 他跟孩子說 他說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好玩 你要一直看著我 你的眼神 你的視線絕對不可以離開我 那你先說這兩個是不是相等的 多的水 那當小孩子檢查了半天覺得是之後 接著 Piaget 說 好 那現在我要做的事是 我要把這個水倒到這邊來 好 當我把他全部倒到這邊來 倒到這麼多之後 剩下這個是沒有水的 這個是有水的 我畫得好像太 我來畫得真確一點 這樣比較瘦嘛 所以當他把這邊的水 完全放到這邊來之後 然後他問孩子說 你說是這個杯子裡的水多 還是這個杯子裡的水多 然後所有的孩子 在這個年齡層 在Pre-Operational Stage 差不多在學齡期的時候 每個孩子都跟你說 這個水比較多 他說可是你剛剛在 就是 在我面前這個視線上 你就是看著這個 轉到這邊的喔 哪邊的水多 孩子還是會說 這邊多 所以他沒有辦法保留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保留 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同時思考長寬高的相度 當他再去比較 這兩個杯子裡面 誰的水多的時候 他唯一做的事情去說 發現這個水比這個水高 他沒有辦法同時思考 預思兩個以上的相度 他會因為一個 perceptually 就是在知覺上 最明顯 最significant 最顯著的相度 而決定他的判斷 那我們叫這個東西 叫做centration 我們把他叫做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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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centration 就是他專注於 單一的一個向度 去思考問題 去思考問題 那centration 這個字 可以在你90頁 的figure 4 的第二個圖裡面的 最後一個字看到 有沒有 90頁最後一個字 第二個圖的最後 左邊數來第二個圖 preoperational stage 最後一個字看到 centration 的意思 就是孩子 每一次在思考一個 物理世界的觀念 或者是一個現象的時候 當他做判定的時候 他只能從單一向度 去思考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處理兩個或以上的 所以不論是class inclusion 或者是conservation 其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都是因為centration 的原因 所造成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名詞 你看到了叫做 在centration 上面 他有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 egocentrism 叫做自我中心 Ego 你們學過了嗎 在佛洛伊德的理論裡面 叫 ego 自我 centrism centrism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的意思 其實跟centration 的意思很像 只是他會說 孩子在這個年齡層 除了在對物理世界的看法 是比較自我中心的 比較單一向度的 他在對人際關係的考量上 在很多的世界上面 也會以自己的角度出發 比如說研究者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他就是 把東西拿給孩子 說讓 比如說這邊有個娃娃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給這個娃娃看 讓他在最快的時間 馬上看出來 或是什麼 然後孩子 像我們的話我們可能會想到 把東西轉過來 因為對方跟你有一個不同的角度 可是問題是小朋友不會 然後他就說這種東西叫做 一個 ego-centrism 我們稍稍複習 剛剛我們所介紹的 Piaget 第一點是 他在 sensory motor stage 的時候 一個孩子沒有 mental representation 所以他也沒有 symbolic thought 到了第二個時期 叫做運思前期 應該說前運思期 就是有運思的能力之前的那一期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用一些實驗 比如說 class inclusion 的實驗 比如說用保留 conservation 的實驗 我們會看到兩個現象 一個現象是孩子 有 centration 的現象 就是他只能用一個項度 去考量外在的決定 判定外在的狀況 然後第二個就是 ego-centrism 我們說他甚至在一些社會現象上 也會顯得很自我中心 因為他只能考慮到自己的感覺 他不能夠同時考慮到別人 可是運思前期 我們說有個好處 就是他至少他已經有 mental representation 已經有心理表徵的能力了 所以他其實口才遍及 然後能夠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有 symbolic thought 所以能夠用語言溝通 到下一個時期 叫做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在這個時期顯見 他就是這個時候 孩子已經有保留概念 已經能夠做 class inclusion 的測量 已經能夠完整的做一個正確的答案 而且他可以同時考量很多的項度 可是問題是說 他的運思是具體的 而不是抽象的 那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中板 天平 那你不論是從你們高中學的鐘擺測量 或是天平測量的時候 他其實都有很多個不同的項度 我們來講一下鐘擺好了 一個鐘擺會擺多大 擺多久 擺什麼 就是說你如果去問這個鐘擺 到底他會擺到什麼樣的位置 你用多大的施力 然後他到底會受什麼樣的因素影響 是高度有影響嗎 是這根長度有影響嗎 還是你的施力有影響嗎 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們都可以去問孩子 那你當然你學過物理之後 做過實驗之後 你都可以去知道說 那到底哪些東西是 就是是一個 factor 會影響這個鐘擺的運動的一個狀況 那哪些 factor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當你在做這個實驗之前 我們會問說孩子怎麼樣去做這個實驗 那有些孩子在他做實驗的時候 他就會比如說 同時去改變這條線的長度 同時去改變高度 同時去改變施力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這個長度有沒有影響的時候 你一定要 hold constant of other factors 對不對 你只要每次改變一個 你才能夠去實驗說 到底這一個 factor 到底是不是一個影響因素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說 孩子們在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我們說他有一些能力 一個能力是 abstract thinking 一個能力我們說他是 think all the possibilities 然後還有的能力呢 是他會用有系統性的方式去思考問題 所以比如說這件事情我們要做個實驗 他先要想到所有的 possibilities 他要想到說 我到底要對哪些東西做測量 第二個就是說我需要去做 systematic thinking 我怎麼樣有系統的一步一步去切入我的問題 而找到每一個 possibility 的是與否的答案 那 abstract thinking 呢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抽象的還是具象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討論過佛洛伊德 我們講自我本我超我 這東西看不見摸不到 我們說 1 等於 mc 平方 大家在物理裡面學過 這個光速到底要怎麼去想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實上是比較抽象 是我們看不到摸不到 跟小花 小米 小櫻 到底誰是哥哥 誰是妹妹 這樣的問題來說 他是更抽象的 而當你要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除了要能夠運思之外 你還要很有系統的去運思 而且你還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清楚之後 才能夠去運思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Piaget 用一個方式去說明 他說孩子們到這個年紀以後 會有所謂的 hypothetical deductive reasoning 請你翻到 91 頁 91 頁的最後一行 最下面 hypothetical 當然是假設 deductive 是演繹法 不是歸納 是演繹 所謂的演繹就是你 make a hypothesis 然後去找出驗證 找出答案 這是演繹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是一個孩子 到了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到了形式運思期的時候 他才能夠用假設 用演繹的方法 去找出那個規律 然後去做推理 做 reasoning 假設演繹推理的過程 其實是要靠孩子 有這些 abstract thinking possibilities 跟 systematic thinking 的能力 才能夠一步一步找出答案 這是 Piaget 對於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形容 那我們又以鐘擺或是天平等等 你們以前到了高中的時候 學的一些應該是高中吧 到高中的時候學的一些概念 來做一個比擬 另外一個你們書本上說的 孩子到這個年齡層會做的事情 叫做 metacognition 請你在同一頁看到倒數第三段 的最後一行 所謂的 metacognition meta 我們通常翻成後射 所謂的後射的意思 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 你看 你跳出認知 看認知 所謂的跳出認知 看認知 就是跳出我自己在想什麼 去看我自己怎麼想這件事情 跳出自己 看自己 就我看自己 我是個快樂的人 我是什麼人 我跳出我自己 我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去看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在群體裡的關係 我跳出關係看關係 我在關係裡面 我跟我的情侶之間有爭執 有什麼我怎麼看我的情侶 那我怎麼去看 我的情侶怎麼看我 看他 比如說這樣講好了 我怎麼看我的女朋友 怎麼想我 怎麼想他 這是什麼 這是非常後射的一件事 就是我要跳出來去想我們的關係 而且我還要從他的角度 看我的角度 再看他的角度 這樣的立場在往上跳 其實是後射認知的能力 等到我們在講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時候 我們還會講到這個能力 這個後射認知的能力 其實也是到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才講的 不過我可以 跟訊息系的同學講說 Piaget 自己本身沒有 metacognition 這個 term 這個 terminology 不是 Piaget 發明的 是後來的 就是 Follow Piaget 的學者 才講這件事情的 metacognition 可是他的確是一個 到了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才會出現的能力 以上 我從上個禮拜開始講佛洛伊德 開始講 Ericsson 開始講 Piaget 那麼我想要在這邊 給大家做一個小小的 summary 請你們聽聽看 那我會在 outline 上會列表給你們 可是我現在就不寫在黑板上 但是我要請你們去想想看 如果我們去思考 nature nurture 這件事情的話 是天生還是後天的話 那我們說天生還是後天 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說 人一出生的時候 有沒有帶著天生的配備能力 來到這個世界上 是人性本善 人性本惡 或是人性本空 就是像張白紙一樣 這是一個 nature nurture 的層次 另外一個層次是 當人在發展的時候 那個發展的動力 到底是環境給你的 還是天生的一些能力給你的 好 那這是 nature nurture 我們會說佛洛伊德怎麼看人的出生 我們覺得佛洛伊德出生 覺得人出生是人性本善 還是人性本惡 人性本惡 為什麼人性本惡 佛洛伊德說了什麼事情 他說人出生的時候帶了什麼東西 讓我們覺得人性本惡 有嗎 bad instinct 到底是攻擊 然後 life instinct 給的是性 對不對 就變成 sex instinct 我們如果說這個東西的話 尤其是 aggression 可能是 born evil 所以佛洛伊德覺得人出生是 born evil 那 Erickson 呢 我們大部分時候覺得 Erickson 可能是 born good 他覺得出生的時候 好像是配備了一些還不錯的東西 然後他對這個世界 好像就是有很多 基本上就是如果說 人家給了他一點點好的話 他就會對人家就會有相信 對不對 就是有 trust 那 Piaget 呢 Piaget 的 reflex 可能很難講是 good or bad 但是至少他配備了一些能力來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有一點就是 Piaget 他人出生的時候就是 他就是一個 active constructivist 他一出生他就是一個主動的 想要建構世界的人 而且主動想要建構世界的人呢 從 Piaget 的想法呢 是說他不但想要建構世界 而且他希望用更好的原則 更完整的原則去解釋 更大範圍的物理現象 對不對 因為比如說 sensory motor stage 你可能解決的只是 我的 reflex 跟我的環境裡面的現象 到了 pre operational stage 我只能解決的是說 我如果沒有 operation 的時候 我解釋的一些現象 他都比較小範圍 可是從 Piaget 的角度上來講的話 就是隨著你的發展 當你的認知能力 你的認知肌膜 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釋更大範圍的 一個世界上的狀況 所以 Piaget 的說法是說 人有一個衝勁 人有一個動力 就是希望能夠解決 更大範圍的物理世界的現象 如果說我們這樣子 就是用一個比較 比較更鬆散的解釋的話 我們會說這也可能是一個 他出生以後帶來的一個好的 一個配備 如果說我們講發展的動力的話 弗洛伊德還是講發展的動力 都是 nature 就是從不同的時期來講 都是 libido 的 轉變在不同的身體的部位 從 Ericsson 來講 他這個轉變的過程 雖然受到 nature 的影響 也受到 nurture 的影響 文化跟文明世界的一些特性 以及個體的生理結構 都會對個體發展有所影響 那 Piaget 我們從剛開始 上節課就開始講 experience 跟 maturation 同時會影響他一個個體 那這三個理論 當然我們從 continuity 來講 他們都是一個 discontinuous 的理論 都是不連續的理論 都是講 qualitative change 然後如果我們講 milestone 講的是發展的時間表上來看的話 那弗洛伊德是哪一個時間點 是青少年期 Ericsson 講哪一個時間點 哪一個階段是青少年期 Piaget 講的是哪一個時間點 是青少年期 大概幾歲 大概是哪一個時間點 這是期中考必考題 他們三個人的階段論裡面 到底哪一個階段 是屬於青少年的階段 那我們也會講 early experience 跟 later experience 那弗洛伊德當然是贊成早期經驗論 我們今天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特別講 early determinism 講早期決定論 所以弗洛伊德是比較在乎 早期的發展的 Ericsson 我們說他 永遠都有辦法回到 原來沒有圓滿解決的 stage 去解決他原來沒有解決的問題 但是他的經驗 的確過去的 stage 會影響後面的 stage 的發展 所以我們說 Ericsson 他其實 對於早期經驗跟往後的經驗 的重視程度是類似的 他覺得兩個都對一個人的發展 是有意義的 那 Piaget 在每一個時間點 他的每一個 stage 也都是經驗跟個體 你本身原有的基模之間的互動 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從 Piaget 的角度上來講 晚期經驗也是重要的 所以從 Piaget 來講 也是早期經驗跟晚期經驗 都非常的重要 就這個發展的主題來講 Floyde 跟 Ericsson 談的都是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都是社會情緒發展 可是 Piaget 講的是認知發展 以上 我會在 Outline 上面給你們一個表 讓你們自己再去思考一下 我們所上課講的內容 是不是符合這個表裡面的內容 下面我要做的事情 是要開始講連續性的理論 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對於發展的看法 是 quantitatively 就是 quantitative development 是沒有一些質變的 是連續的改變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會講三個不同的理論 前面兩個其實都是 叫做條件化歷程 conditioning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 classical conditioning 這個你們應該在高中公民課有學過吧 對不對 所謂的條件化歷程裡面的 古典條件化歷程 他的代表人物是 Pavlov Pavlov 是一個俄國人 他是一個俄國的生理學家 專門研究消化系統 他甚至在二十世紀初年 因為他研究消化系統 而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但是他得諾貝爾醫學獎 跟心理學的部分完全沒關係 那你也知道 在二十世紀初年 俄國還是一個 就是俄皇的時代 有貴族 有平民等等 那在學術界教書的人 事實上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 所以 Pavlov 每天 其實是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穿著大皮鞋去實驗室的 跟各位在台大的不同的系裡面 看到的那個教授不修蝙蝠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Pavlov 穿著他的大皮鞋 戴著他的領花 每天都要去實驗室裡面 為他做消化系統研究的狗 那他是把狗的那個消化系統 剖開來 然後那時候沒有什麼 動物倫理這件事 動物的那個 那個倫理考量這件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把狗的 消化系統剖開來 可以看得到 狗的消化系統的運作 然後把狗架在實驗室裡面 然後到時間去餵他 然後去看他的消化系統的運作 可是他就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他穿著他的大皮鞋在長廊上面 走到實驗室去之後 就發現說奇怪了 狗裡面的胃是空空的 因為到了餵食的時間了 其實胃是空的 但是為什麼狗已經開始分泌胃液 就是狗為什麼在沒有食物的時候 就會分泌胃液 他因為這樣的一個觀察 而後來發現了classical conditioning 那他的發現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U.C.S.是unconditioned U.N.就是U.N.嘛對不對 C.是conditioned 然後stimulus 那這邊是unconditioned response 在沒有任何特殊條件的狀況之下 我會有一個自然的反應 那沒有什麼特殊狀況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食物 很自然而然發生的 如果我有食物的話 我就會分泌胃液 這是自然的反應 這是自然的反應 所以我們叫它unconditioned 沒有條件的 unconditioned stimulus lead to unconditioned response 可是呢 Pavlov 發現的東西就是說 雖然是unconditioned stimulus 會有位翼 但是他如果加上了他的大皮鞋 走過長廊的聲音 皮鞋聲 這個皮鞋聲呢 如果老是跟食物配對 就是他的大皮鞋響了之後 他馬上就進到實驗室 然後就開始餵狗吃 所以食物總是在大皮鞋的聲音出 出現不久之後 食物就會出現的話 那這個皮鞋聲呢 就會跟這個 UCS 配對 所以我們叫它 conditioned stimulus 是一個條件 是這個條件跟這個在 時間配對上 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之後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CS 會引發一個 CR 這個 CR 跟 UCR 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 但是雖然 UCS 還沒出現 可是 CS 出現之後呢 狗就會 他的身體就會期待說 馬上就會有食物了 所以即使 還沒有 食物還沒有真的出現 conditioned response 就出現了 那因為皮鞋聲 而出現的 同樣的分泌胃液的事情 我們叫它 CS 因為食物還沒出現 它就出現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說其實就是 如果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有一個 自然的刺激 有一個反應 那有一個不自然的刺激 老師跟這個自然的刺激配對之後 這個不自然的刺激 單獨出現的時候 這個衛意 或者說這個 response 也照樣會出現 這個就是古典制約的角度 他要說的事情 其實就是你的一個 old behavior 你那個原來會有的行為 你那個原來會有的行為 比如說分泌胃液是一個行為 原來人就會在自然而然的狀況之下 出現的行為 他可以跟著一個 新的刺激 而出現 原來自然而然 不會真的出現的 一個刺激 因為比如說我們平常聽到皮鞋響 我們不是隨便人都會分泌胃液 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們 這隻狗聽到皮鞋響 會分泌胃液了 所以在classical conditioning 的特色 就是說 沒有任何一個新行為 是被學起來的 沒有新的行為 他學到的只是 一個舊的行為 會跟一個新的情境結合 而讓某些原來不會出現這個行為的情境裡 會出現這個人或是動物 已經原來就會的行為 那這件事情 到底跟我們的生活上 有什麼樣的連接呢 那我們就要介紹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John Watson John Watson 是一個美國心理學家 那John Watson 做了一個實驗 他是用 Pavlov 的這個想法去做的 他做的事情呢 就是 有一個他 有一個他很有名的實驗者 叫做 Little Albert 這個 Little Albert 年紀很小 是一個小嬰兒 那 Watson 就讓這個 Albert 去玩 就是去玩一隻 毛茸茸的很可愛的白白的兔子 然後當這個 Albert 抱這個兔子 好喜歡 好可愛 在跟這個兔子玩的時候呢 這個 Watson 就旁邊有一個非常大的聲音 一聲的 很大很大的響聲 結果那小 baby 就被嚇壞了 Albert 就哭起來了 所以他就很害怕那個聲音 所以呢 這個 Watson 就讓小白兔 跟這個很大的聲響配對 結果後來就慢慢的 這個小朋友就被訓練到 他只要看到毛茸茸的東西 就是這個 他只要一看到小白兔就會驚嚇 因為 哇 因為小白兔的出現 就等於是 等一下那個很大的聲響會出現 就讓小白兔開始害怕 這個毛茸茸可愛的小白兔 就讓 Albert 開始害怕 這個毛茸茸可愛的小白兔 然後甚至 Watson 會說 這樣子的一個配對 是可以類化的 怎麼樣類化就是說 甚至後來這個 Albert 甚至看到白色的地毯 不會動的小白兔 是白色毛茸茸的地毯 也都開始哭 所以就是說這個 這個 CS 跟這個 R 之間 UCR 的那個配對 是可以類化到類似的 其他的刺激上去的 所以可以想想 想見我們生活當中 你有時候有一個壞 就是一招被蛇咬十年 怕草生 就是這個中文的諺語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在我們生活上可以去看到 那第二種 我們要介紹的 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稍微 講一下這個 Continuity 的想法 發展的想法 跟 Classical Condition 的意義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的人 每天在生活中 會發生什麼行為 會做出什麼行為 會跟什麼樣的情境裡面 我們會特別做出這個行為來 其實就是跟我們過去的 Classical Condition 的歷史 是有關的 這些累積的條件化歷程 都會 就是累積在我們身上 而在發展過程中 慢慢累積成 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下面這個 Operant Conditioning 所謂的 操作條件化歷程 所謂操作條件化歷程 也是同樣的意思 那這個有名的人物呢 是 Skinner Skinner 是一個 美國的心理學家 他長年在哈佛大學 我很有幸 我曾經還在 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去一個 Conference 然後看到 Skinner 本人 他穿著 黑色的長袍 戴了一個白色的長圍巾 然後非常瘦穴 然後非常高 你真的覺得他像一個 先鋒盜骨的 一個盜人這樣子 很有趣的一個外型 那 Skinner 說什麼呢 他說 人的所有的行為 其實是在某一個 Stimulus 某一些 Stimulus 或是某一些 Context 底下 某一些特定的狀況底下 我們會做出某些行為 可是我們可能會做出很多種不同的行為 可是有些行為呢 可能會被獎賞 有些行為可能會被處罰 那麼當你在某一些情境底下 你做了某一些行為被獎賞的話 這個行為就會增加 當你做在這個 Context 底下 就是做了這些行為被處罰的話 你這個行為的頻率就會減少 所以呢 這個整個的 Operant Conditioning 就是說如果我操弄了 我操弄了這個行為的後果的話 會造成我的行為會增加或是減少 那這個 Reward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 reinforcement 就是增強的意思 獎賞或是增強它 就是用獎賞是一個增強的方法 然後用處罰是一個減少的方法 好 舉個例子 早上鬧鐘響了 你今天早上有早八個課 然後早上鬧鐘響了之後呢 你把鬧鐘按掉繼續睡 還是乖乖的一覺起來 還是拖了五分鐘之後再起床 或是拖了二十分鐘再起床 你有可能有不同的行為 但是這個後果 可能就是 你今天早早很早到學校 老師突然跟你講說 那可不可以請你去 去器材師幫我拿一下 什麼教具什麼之類的 然後老師就認識你 然後就 以後都上課對你非常和善 就變成了 reinforcement 或者是說你遲到很久 然後被扣了出席分數 可能就是punishment 然後這樣的話說不定可以去制約 去operant condition 你的哪些行為 是不是要遲到 會出現或不出現 所以隨著時間的慢慢的進行 你會開始去思考說 你到底要做哪一種行為 或出現不出現 當然你可以再考慮得深刻一點 就是說這些 reinforcement 到底對你是不是真的有 reinforcement 也許你不在乎分數 也許你最好不要被老師認識 所以你下次就不要早去了 所以如果你的心理 對於什麼是 reinforcement 什麼是 punishment 有不同的感覺的話 那也許就印象的行為 但總之 operant condition 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做出來這個行為之後 它會得到什麼後果 會決定你的行為 會做得多與做得少 可是這個operant condition 跟classical condition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operant condition 是有辦法讓你創造出一個新的行為的 我們叫這個 叫做behavioral shaping 怎麼樣做behavioral shaping 我們叫它行為速成 這個東西其實在動物園被利用的很多 海洋世界被利用的很多 比如說海豚會跳火圈 海豚為什麼會跳火圈 是因為海豚很餓的時候 被放到那個池子裡面去的時候 也許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訓練員只是在 池子中間放了一個圓圈 然後海豚因為很餓 就在這邊游來游去 他如果游到離那個圈圈很近的距離 訓練員馬上就餵他吃魚 好 那這個時候海豚就發現 慢慢慢慢他就發現說 他只要游到離那個圈圈很近 他就可以吃得到魚 好 那很棒啊 所以他就學會了 常常都游得很近 可是呢他後來就是發現說 游得很近也不能吃魚了 他就開始跳 然後就是很餓啊很難過啊 可是他忽然發現說 他只要在那個圈圈旁邊 跳出水面 他就有魚吃了 然後漸漸的幾次之後 他就發現說 我不但要游到圈圈旁邊 而且我要跳 就過一陣子他又發現說 這樣也沒有魚吃了 他就跳跳跳 不小心有一次 跳穿過了 穿越了那個圈圈 後來他就發現說 我只要穿越圈圈就可以吃得到魚了 然後再來我就發現說 我不但要跳 而且要穿越圈圈 而且還要再點火的圈圈跳過去 我才能夠吃得到魚 所以這個行為塑成就是說 當你在不同的情境裡面 去慢慢的訓練一個動物 讓他能夠學到更高級的行為 才獲得reward的話 你可以訓練一個新的行為出來 所以跟Poflop classical conditioning 不一樣的是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只能訓練到說 你在不同的 context 裡面 出現你原來就既有的行為 可是在Upring conditioning裡面 可以訓練到 你出現一個完全全新的行為 透過一步一步的訓練 那我以前也曾經帶著學生 就是在我 以前當實驗心理學的助教的 古早年代 我也曾經訓練我帶的學生們 可以讓老鼠 在實驗室裡面 跳一個敲敲板 跳到一個什麼地方去 然後要轉個圈圈 然後要怎麼樣 跳過一個圈圈 最後才吃得到他的食物 就是透過一步一步一步的訓練 其實老鼠很好玩 就是說你只要慢慢讓他 發現這個道理之後 老鼠會越訓練越快 幾次的 trial 就可以讓他訓練一個性行為 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經驗 這是第二種 theory of continuity 的理論 你也看到 跟剛剛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一樣 就是隨著一個動物或一個人 不斷的累積他過去的conditioning 的經驗 他會在發展上面 變成一個新的行為模式 第三種 我們叫做 social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這個 social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是由一個叫 Bandura 的人 所發表的 Bandura 這個人 到現在活著 你可以看在 29 頁 可以看他的照片 Bandura 這個人 他所做的事情 他就是覺得說 這個 learning theory 其實你不一定要 身歷其境地去 真的經歷了 reinforcement punishment 或是經歷了 CS 跟 CR UCS 跟 UCR 之間的連結 你只要做一個旁觀者 去看到別人受到這樣的 conditioning 你自己就會跟著學到了 這個行為的出現與否 所以我們叫 Bandura 的理論 叫做 observational learning observational learning 的意思就是說 你自己不需要被 reward 你自己不需要被 punish 你只要看到別人這麼做 你就知道說後果是什麼 所以有個成語叫做 殺雞儆猴 你只要殺了雞之後 猴子也知道這件事不能做 因為雞做的壞事 你不能再做了 這個殺雞儆猴呢 就是觀察學習的意思 從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會說 observational learning 裡面 我們講的是 imitation 跟 modeling 他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你看到別人要做什麼行為 得到了好的結果 你就會去 imitate 你就會去複製他的行為 去仿效他的行為 modeling 跟 imitation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 Bandura 也說 29 頁 請你看到右邊有一個圖 你看到右邊那個三角形的圖 右下角是 environment 最上方是行為 告訴你說 環境是可以影響行為的 你看到別人怎麼做會影響的 可是 Bandura 的 observational learning 就是發展了多年之後 他又把它叫做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他加了 cognitive 這個字 就是他說 其實行為的學習 並不只是單純的看到別人 受到 reinforcement 或是 punishment 就會出現 而是跟個體自己本身的特性有關 所以他在左下角 加了一個 personal cognitive 的 這個因素在裡面 所謂 personal 的因素 他說個體要去做出這個行為來 除了看到別人是被 reinforce 或 punish 之外 其實也包括這個個體覺得他自己有沒有能力做得到這個行為 所以他的 imitation 我自己覺得我也有能力做得到才行 所以他把自己的能力叫做 self-efficacy 我們翻成自我效能感 其實就有點像自己的自信 他如果覺得在這個環境裡面 別人可以被 reinforce punish 然後做出這個行為 而我也有這個能力做得到的話 那他就會有一種自我效能感 就真的會把行為表現出來 這是 bandura 的理論 我們小小介紹一下 所以這三個理論基本上 都是因為個體過去的經驗不斷的累積 而成為一個發展的一個配備 所以這幾個理論 我們也可以去說 他們之間是 nature 還是 nurture 顯然是 nurture 他們都覺得人生兒是一張白板 其實都是因為觀察學習的經驗的累積 或者是 classical condition operant condition 的經驗的累積 而成就現在的自己 所以發展基本上 完全都是由環境與經驗來決定的 而且人出生就是一張白板 什麼都沒有 完全靠環境來塑造你 然後接著呢 他是一個 continuous 的理論 他是一直連續的 累積 然後你要問說 他的 milestone 是不是對於發展有一些里程碑 沒有 這些理論其實他們不只是發展理論 也是別的心理學領域的理論 他不會特別去談發展 是不是有特定的年歲的里程碑 而且他們覺得早期經驗 或者是晚期經驗其實都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早期經驗很重要 因為早期經驗塑造了現在的你是誰 然後晚期經驗慢慢還是在早期經驗的上面 在層層的加疊上去的 好 那所以就是 跟 Piaget 講說每一個時間點就是因為 或者是說 Erickson 講每一個時間點的那個 那個因為文化或者是文明 或者是 Erickson 講的這個 schema 跟 experience 之間有不同的互相的連結 或是 Piaget 尤其講 biological readiness 之後你在這個 stage 又有一個新的發展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去講 那個 behaviorism 講的 late experience 的重要性 可能還不及 Piaget 因為 Piaget 會講說我在這個年齡層 有一個特定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然後讓我看到一個世界是 我之前看不到的有一個新的契機 可是對 behaviorism 來講 你過去所有的經驗累積 都是特別特別重要 因為就是累積到 你現在你是什麼樣子 其實都是過去經驗所累積的 再來如果從 topics 上面講 從發展的議題上面來講的話 那這些不同的學習理論 其實都可以談不同的議題 語言發展的議題 社會情緒發展的議題 認知發展的議題 都可以來用這些理論去思考 所以他並沒有特定的議題 不像弗洛伊德爾和 Erickson 是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的議題 而 Piaget 是認知發展的議題 在行為學派裡面 對發展的貢獻他是不分議題的